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克思与中国外长的会谈是一次解决问题的会议 马克思在声明中表示 同意在当前南海争端中建立更多的沟通渠道 以方便菲律宾与中方在南海发生任何事件时 都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得到解决 中国外长访问菲律宾有助于谈妥保持沟通的相关事宜 并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这一点也符合马克思一直秉承的与中方对话的政策 在今年初访华时 马克思就与中方达成一致 共同在外交层面建立一个双边的对话机制 马克思在会谈后的声明中指出 菲律宾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近期公开做出的一些表态 可能会被误解 所以这次能够与中国外长秦刚举行会谈 面对面的彼此交流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 会谈是富有成效的 非方与中方谈了相关事宜 并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制定了计划 双方不仅加强经济领域合作 在文化、教育和其他领域也展开合作与交流 至于海上争端 马克思强调 双方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同意在更多渠道展开沟通 让非洲在南海发生任何情况都能立即解决 这对两国都有利 从菲律宾媒体的报道来看 这次马克思与中方就近期发生的摩擦进行了沟通 而且谈的效果不错 说明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方面 菲律宾与中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 马克思在会见秦刚时 已经把话说得非常透彻并且有分量 因为在台湾问题 一个中国政策 南海问题等重大敏感问题上 马克思所阐述的非方立场 都体现出与中方相向而行的态度 最关键的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马克思转达了非方的一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以菲律宾自身利益为出发点 坚持独立自主 不选边站队 这与中方对菲律宾方面 乃至其他国家的期待 是高度吻合的 特别是东盟各国近期 一直在推动扩大对华合作 中方从不像美国那样 嘴上说不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实际上干的全部都是拉帮结派 用各种手段促使他国加入美国阵营的共当 比如本月中旬 拜登政府在美国举行了 美非外长和防长2加2会议 重点讨论的就是南海和扩大军事合作的议题 菲律宾是美国第一岛链上的重要国家 也是紧邻南海地区国家 美国在非增加的军事存在 其背后的意图自然是围堵中国 马克思本人虽然一再强调 南海问题不应干扰非中关系大局 但无论是主观也好 还是受到非国内亲美强硬派及军方的压力也罢 非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动作 或许不会就此停下来 目前菲律宾军队正在与美军进行 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军演 目标就指向了南海方向 海南的波浪不会马上平息下来 尤其是在美国持续加大介入力度的情况下 另外马克思也即将于五月初访问美国 那么在他启程前往美国做出这一表态 也有向美国释放信号的意思 即非方不会百分之百地按照美国的意思行事 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 马克思明确表示 不会跟着美国干涉中方的内政 此外 金刚外长还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 举行了会谈 讨论了两国关系和地区问题 马纳罗强调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经明确表示 南海分歧不是菲律宾与中方发展双边关系的全部 一些摩擦不应妨碍两国寻求有效管控分歧的方法 马纳罗还补充说 马尼拉将会继续与北京密切合作 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经济联系 南海是国际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之一 每年通过的货物总价值达到了近三万亿美元 同时蕴藏着丰富的汽油储备和矿产资源 菲律宾与中方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 符合包括两国在内地区各方面的共同利益 美国不是南海争端中的一方 但频繁插手地区事务干预各国之间的正常交往 这才是事态不断升级的推手 菲律宾外部也发表了一份声明中强调 在当前南海局势紧张的情况下 马纳罗仍然再次重申了 菲律宾在台海问题上持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请干外长也表示 中国愿意与菲律宾继续保持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两国需要携手努力 保持传统友谊 推动彼此之间的互利合作 在互信对话和协商的基础上 妥善解决分歧 马纳罗曾试图从联合国寻求帮助 马纳罗在出席暮今年的 尼黑安全峰会时表示 希望国际社会能支持南海相关国家对于安全的诉求 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 尽可能有效地提供支持 然而现在的联合国所能提供的作用微乎其微 因为联合国的权力是由五大承认理事国把握的 任何一方都有能力推翻其他国家的共识 所以很显然 美国不允许讨论南海问题 更不会给南海带来任何安全上的保障 即便是南海国家足够重视 联合国也最多给韩喊口号 而且还不一定替谁说话 于是菲律宾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寻求之言 很显然 当今世界能够跟美国掰手腕的 不仅中国一个 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 都能给美国带来压力 菲律宾自然就想到了中国 而中国正在做的 除了搞好自身经济发展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冲击美元霸权 美国财政部公布消息显示 中国最近正在加速抛售美债 最近的一个月已经抛售掉106亿美元 减持比例高达18% 成为抛售力度最大的国家 通常来说 中国的反常举动 往往会让美国经济界人士出现强烈的反应 这次也不例外 美财长耶伦多次表达访华的意愿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 中美的外交往来已经归零 趁这股劲 干脆给你美国人来一个 只做不说 摆明了要看着美国走向陌路 当然了 持有美债的根本意义 还是在于它的投资价值 只要无力可图 那么不光是中国 包括英国 加拿大这种美国铁杆盟友 一样会抛 而现在美元是什么境遇 一边是美债即将突破 31.4万亿美元上限 另一边是全球发展中国家 正在加速建立的自贸区 主动排斥美元 那么美债的投资者 当然是抛售了 这是政治因素影响下的金融手段而已 菲律宾在这个时候找中国 也并不是对中国的改变立场 而是国际大环境所逼 中国东盟自贸区一旦决定 屏蔽美元 菲律宾势必受到巨大影响 到时候 菲律宾只能被迫转向本地区 到那时候 菲律宾没有任何底牌跟中方谈判 非常被动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透露 秦甘外长此次访问菲律宾 除了先后与菲律宾总统外长举行会谈外 还拜会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 以及他的女儿 非现任菲律宾副总统沙拉 马克思在总统大选期间 沙拉就是他竞选搭档 可见 这两次拜会对两国关系也有着特殊意义 如此密集而重磅的活动安排 充分体现出 中非两国对此次秦刚外长访问的高度重视 以及就双边关系进行沟通交流的迫切 中国是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 去年双边贸易规模达到了877亿美元 菲律宾第二大出口市场 第一大进口来源就是中国 在马克思访华与中方达成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后 未来两国贸易额有着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菲律宾成为美国跳板 但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 也会损害东盟和中方的利益 因此 非方还要从大局出发 认真考虑对华关系 总之 菲律宾方面 在马克思访美前夕 主动邀请中国外长 前往马里拉进行沟通 也释放了希望积极缓和 并推动非中关系发展 不愿沦为美战争平台和炮灰的信号 当然 非方未来是否真的不会在中美之间站队 不会被美国拉拢进自己的阵营 还要看马克思在访美期间的行动和表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